歡迎收看小醫生回家 一般人通常都會有 腰痠背痛的毛病 除了是姿勢不正確 也有可能是腰部沒有做好防護 今天我們要請來賓們 跟我們來討論一下 這個腰部保健的問題 首先呢 我們要邀請我們的物理治療師 維珍 維珍你好 我們知道一般人姿勢不正確 可能會對我們的身體 造成什麼樣的傷害 好 那在這個之前呢 先讓大家對於我們的身體 在不同的姿勢之下 對腰椎會有怎麼樣的壓力 先有一個概念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個呢 是 如果我們以站立之下 對腰椎的產生的壓力 是以百分之百來說明的話 那其他是以等比例去做計算 那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很多人會以為說 坐著的時候應該是比較輕鬆吧 結果並不是喔 其實 為什麼呢 因為坐對脊椎的壓力反而大 對 那再來呢 另外我們再往這邊看 像說其實 如果有一些彎腰的動作 那如果彎腰 你前面還有一個支撐物的話 那其實稍微還好一點點 但是他的壓力也是滿大 是到百分之兩百 這個媽媽抱小孩 就會出現這種動作 那我不能隨便蹲下去撿東西囉 因為他壓力很大 對 人家說要屈膝蹲下 對 對 那另外呢 如果說你是有點像是 懸空之下的彎曲 甚至像剛才俗稱說的 如果說你要抱小孩或是搬重物 那這對於腰椎的這個壓力又會更加的 更加的巨大 所以他這整個對腰的壓力是往上升的 對 那另外呢 所以我們就要看說 有哪一些的族群或者是你在做哪一些事情的時候呢 那要特別的注意 比如像說像如果你是屬於腰背的肌肉比較脆弱 一般如果我們像說像老年人其實 老人家 對 肌力都比較弱 那或者是說像說你已經 長期有腰痠背痛的情況的朋友們 很多人都有 對 那或者是像長時間的工作 像一般家庭主婦啊 或者是說一般的上班族其實也是常常 對 常常要坐著啊或彎腰的 起衣服啊然後打掃啊 都是超多這種很累的 對 現在上班族大概一直坐著 都以為這樣坐著就比較輕鬆 其實長時間坐著反而對腰的壓力是很大 對 或是知識不良 他會擠壓那個脊椎 腰椎 對 那另外如果說像有一些 常常女婿要做一些搬運的工作 甚至像我們 有時候有一些人 有一些學生啊突然說 我這幾天突然要搬家 或者是一下子平常 對沒有在沒有在鍛鍊 但是一下子突然要搬很多重物的 也會有這樣的情況發生 那再來就是剛才講的 酒坐或是酒站 老師 老師可能一下 一整天下來都是站著的 是 還有我們這種特殊行業 對 特殊行業 對 像我們拍古裝劇啊 像那個有時候為了戲劇效果 我這麼小個 然後我要拿一支很大的關刀 然後要這樣揮啊這樣砍這樣打 而且不是一次就OK 然後回來回到家之後還要抱 我兒子才四歲 二十五公斤 每天讓人家抱 對 所以我脊椎會瘦少 像我現在其實還在復健當中 所以因為你看這個問題 恐怕都要弄很久 才有辦法矯正的回來 對有的時候可能會 某個部位受傷 然後你要用別的部位的肌肉 去做一些代償 所以要趁早 一發現自己不對 就要趕快去矯正 不然像我現在已經發作 才去改善喔 好慢 非常慢 而且現在腰有問題的人 真的非常多 不要說是一般上班族 或是特別因為勞動 家庭主婦 腰痠背痛 幾乎每個婆婆媽媽都會 好像家裡的人 婆婆媽媽都會有這種 腰痠背痛的問題 不過年輕女生呢 年輕女生的腰 就很容易痠痛 就一直穿著高跟鞋走來走去 我覺得那個壓力 也都是集中在腰 因為你腰你不挺的話 就姿勢不漂亮 所以你還是要挺腰 所以我就壓 還有我覺得我們常常背東西 女生的包包很重 我們也常常就是 會背得腰好痠喔 所以我們知道這個腰 其實很多人 不管年紀 不管職業都會碰到的問題 其實我自己的腰也不好 我是因為我以前年輕的時候 是運動員 然後再加上有運動員 年輕 妳是年輕 小時候 小時候 所以就造成運動傷害 所以其實我都會用護腰帶 因為就是腰受傷了 就常常會用這個 然後同樣也是有自菌的問題 因為抱小孩嘛 抱久了以後就會有症 那護腰帶其實就 現在就是很多種 可是這種就是 而且一個很貴喔 一個很貴的護腰帶 對不對 像自菌你一定都 護健用的護腰帶 你的一定也不便宜 是因為專業嗎 我的是美姿帶 然後肩護腰 就是把妳這邊撐起來加護腰 對 而且當然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像這種的護腰帶 它是雙邊黏住之後 兩邊再用力的往內 因為這樣才會有那個拉力 把它拉緊 可是妳已經腰受傷了 妳怎麼會有力氣可以腰打 對 然後另外還有一支 這也一樣是雙邊拉的 但是用久了以後就是會這樣子 因為它真的是我用的 所以感覺有點成就 對 然後它中間的這個方法是說 它中間有一塊硬的板子 中間黏貼組這樣子 然後這個就是可以成為一個支撐點 但是久了以後 它也是中間的墊片都會斷掉 會不黏的對不對 對 它會不黏 然後會掀起來 然後還會這樣子爛爛的 還有一種就是這種很簡單的 就是這種 好簡易型的 就是單抱一圈的 這是一般生產 就是剖腹產丸在帶的 對 它其實就是有點像是 有女孩子縮小附用的人 對 對 今天我們有特別請到的就是這個 我們在這個腰部保健非常厲害的 這個來賓陳魏忠先生 要不跟我們分享一下 其實我現在帶的幾款是 在市面上常常看到護膠帶 這一款就是 一般是那個 單邊的束帶式的 所以說它是其實單邊式 我示範給大家看 它就是單邊這樣子 這樣子拉的 對 所以它其實它的受力是很不平均的 後來慢慢其實後來 演變到有一個那個 好厚 那個雙邊式的 對 就跟我那個圓這樣 現在剛剛跟主持人拿的是一模一樣 就雙邊這樣子 也是這樣子用那個 這樣子沾起來 然後它也是雙手這樣拉 但是這個其實有幾個缺點 就像剛剛主持人講的 其實如果說你老人家 比較沒有力氣 其實它是很不容易拉的 那它還有一些缺點就是說 其實你看它這樣拉 其實它的受力其實是從旁邊 在幫你支撐 對 它其實不是從背部幫你支撐 所以說我現在跟大家分享一個 在美國已經銷售很久一個 那個最新的那個滾輪式的護腰帶 給大家看一下 中間這樣好特別喔 這是很特別的護腰帶 對 然後它是用滾輪式的方式來設計的 所以它在使用上的時候是非常的方便 可是中間那個藍色一顆一顆的圓球 就是滾輪 對 其實是滾輪 所以說你其實 好妙喔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它其實只要 透過這樣拉扯它就 它就會這樣子 它就其實有點 好輕鬆的感覺 就是 君 你要不要試試看 對 因為你是不是腰有受傷嗎 對 我覺得 你之前用的那個是怎樣背部 其實我之前的話 我是為了 因為我是頸椎受傷 我是為了要撐起來 所以我這個會比較 比較細 不是著重於腰 所以其實我的腰的支撐點不夠 是不夠的 它主要是要幫背挺起來嗎 對 我的腰支撐點不夠 而且它會跑 往上跑 移動 所以我現在腰 我漸漸覺得腰怎麼越來越痠 我需要一個像剛剛陳大哥講的就是 如果真的是注重在後面的話 我滿需要的 就是要有一個感覺 有一個靠的感覺 對 所以它這個主要就是 在背上會有 腰的正中間有 我看有沒有那麼神奇 我示範一下 因為它其實就是先 先將你的那個拉環 給拉到最鬆這個 那這樣子 然後 我把這個拿起來才會感受得到 我請那個支君 那個背對著這樣 其實很多婆婆媽媽真的腰都不好 對不對 圍著 你應該在門診當中 看到滿多這種問題 所以它就這樣中心點 這樣子對著你的那腰的中間 然後這樣子 在前面你這樣子 感覺很鬆耶 把它固定 對啊 因為它是滾輪式的設計 所以說你可以很輕鬆的這樣拉 我們請支君可以拉一下 自己拉嗎 所以你本來是 先拉起來 對 只要用一根大拇指就可以拉 所以不管是 好輕鬆 有緊嗎 有 有緊 而且你知道其實我現在手啊 沒什麼力耶 因為我頸椎壓到我手 會有點抖沒力 會麻 可是我覺得 我只要輕輕的這樣直立拉還不錯 所以現在是越緊越好啊 我是 拉越緊越好還是 其實拉越緊的話 它對後面的腰的保護性越強 所以這個護腰帶最重要的是 把我們這一塊固定住 有 它其實也會幫忙支撐 就是脊椎兩側的肌肉 對 但是至於拉得多緊的話 其實一般我們都會建議說 不要影響到呼吸 並且不要影響到血液循環就好 那當然如果說 你拉得比較緊一些些的話 它支撐的強度會比較強 我現在感覺就是 後面像有一個柱子讓你靠著 對 因為其實很多的護腰帶 其實它那個黏的地方 久了也會爆開 對 它黏得會不夠緊 還不錯 其實看一下 其實它因為它的 它的設計有點是滾的 所以說 當你在拉的時候 它是其實是由兩邊往中間 這樣集中去支撐你的腰部 然後再加上它這個是 那個硬片式的設計 所以說相對的更加強你的腰部的保護 可是我很懷疑耶 就幾根繩子 這不會拉斷嗎 對 我覺得它那個繩子 它的支撐力真的夠嗎 這麼細 它不停的拉 會不會有可能會把它拉斷 對 如果我重複 我們其實可以 待會兒可以 請那個引起幫我們做個測試這樣 所以它這個線主要是 它的材質是什麼 它是那1.5mm的那魚線 釣魚線 對 所以其實你如果在我們 在美國有做過測試 其實你即使拉一個人的重量 其實它也不會斷錢 真的嗎 我們要現場試試看 這麼可以嗎 我懷疑真的多拉個幾次 搞不好就被拉斷 而且我兒子又很愛玩我的東西 回家拿著當扯鈴在玩 好 我們來試試看 我們來現場試試看 那可以嗎 好 我來試試看 細細的釣魚線 真的能像鋼絲般把人釣起來嗎 千萬別錯過下段的 創意生活家 好 我們現在要請引起 實際上的測試看看 我們現在把這個護膠袋掛在上面 然後引起妳幾公斤 很苦 我怎麼站在這裡 大家離我好遠喔 真的不想要靠過來的意思嗎 我們要實際上把引起釣上去 試試看它能不能夠承受這個重量 引起保重 所以50公斤 我覺得50幾公斤是不是 會太重 因為你看它只有幾條線耶 對 它用1.5mm的魚線的時候 它是非常的堅固 你們有測試過它是可以承重到 其實在國外它其實 一個正常女孩子的體重 4、50公斤是沒有問題的 好 來 引起 4、50喔 沒有 我在下面會接妳 你已經50公斤了 我覺得 我真的很忐忑啊 那我們請幫幫我們把它 往上伸試試看 這樣好嗎 我覺得好像在拍照光調鋼絲 你媽媽 你媽媽 這樣好嗎 我覺得好像在拍照光調鋼絲 你媽媽 你媽媽 很厲害 所以它的確是可以撐住 然後至少那個掉 護腰帶是沒有斷掉的 但是除了它這個沈重量之外 通常我們因為一天到晚要用嘛 護腰帶每天都要穿穿脫脫脂脹 你已經知道 它這個磨損會不會有磨損 它其實用的 它的年扣袋其實是 現在是市面上用最好的 所以它其實用了幾千 是也不會有壞的問題 幾千次 所以它有一個期限嗎 如果我每天用的話 沒有 它其實一個沒有 因為它 我們剛剛講 它是用餘線 所以它其實沒有彈力 彈力琵琶的問題 所以你即使用了兩三年 都不會有這個問題 除非它不見 是 看起來是用的 而且剛才有試過這個線 它是輕輕鬆鬆的 一根手指頭就很好用 就不用 腰就不會再度二次傷害 所以它這個線 真的是還滿強韌的 所以引起上去是沒有問題 陳大哥 如果你自己上去 你覺得它可以承受得了你的 好像是差嗎 為什麼應該也是沒有問題 你確定嗎 男生的體重一定是比女生還要更重 如果連你都可以承受 就可以相信這個釣魚線真的滿厲害 我體重是七十公斤左右 七十公斤 好 那我們就請 他這個線超細 領導播幫忙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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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我只要哪 我車上也放一個 家裡也一個 只要哪都要提一個 就覺得它有支撐的感覺還不錯 對 因為妳有看到 妳自己剛剛上去的時候 感覺 我覺得超安心很穩固 那時候我背力不夠 對 所以我是覺得還滿太... 而且我覺得它就是 可以自己伸縮調整 感覺好像很輕鬆 然後如果萬一我變胖 就又可以再稍微調整一下 變瘦可以再調整一下 是不是覺得非常 妳把它當舒服減肥的腰帶 我會弄幾 你知道很多女生用這個的話 然後不但就是腰會比較舒服 而且還刺得比較少 對啦 因為它就是把那個腰的 胃的那個容量 對啊 而且妳穿久了還會覺得 好像真的有 剛才就有提到 其實護腰它是很多的 這個族群都會需要的嘛 老人家 其實腰痠背痛啦 家庭主婦啦 可能媽媽 伯婆 他們要做家事 其實有個護腰 護住了 她在做家事的時候 就比較不會受傷 對不對 惟真 對 因為其實 其實給大家一個觀念 我覺得現在發現 很多人都是比如說 我今天受傷了 腰痛了 那我來買一個 我來買一個護腰好了 或者是說像有一些人 可能是開完刀之後才覺得說 那我穿著保護一下 對 但其實我覺得 預防是重於治療的 沒錯 尤其像美國他們有做過調查 他們其實在穿這種 在穿這種護腰的族群裡面 其實44歲以下 反而是占最大宗 年輕人反而是穿著 對 跟我們印象中 好像護腰是老人家在穿的 其實是很不一樣的 因為他們在這個預防這一塊做得比較好 所以說我們其實 其實一般如果你自己知道說 你需要長時間做一些像搬運的工作 或甚至是家庭主婦 剛才醫生說的 這些其實我們穿著護腰的話 其實可以幫助你的腰部 減輕它的壓力 你等到受傷再來治療 都已經來不及了 對 你應該要趁它還沒閃到之前 要先把腰護住好對不對 對 剛才我們也整個這個 稍微跟大家稍微整個統籌的整理一下 就是市面上的這些護腰帶 有這種單邊式的 可是單邊式的就很容易一邊就鬆掉了 而且它只有單邊受力 陳大哥有分享過 它可能會歪掉 另外雙拉式的呢 老人家或者已經受傷的人 他根本沒有那個力氣再去拉它 越拉說不定傷得更重 對 然後另外就是這種雙拉強效是 它有這個鐵棍 可是這個鐵棍會彈性疲乏 而且那個鐵管子 有時候可能也會 沒錯 如果它步破的話 那個鐵管會傷到 沒錯 它還會穿出來 如果這也是有點這樣的問題 所以說選對一個好的護腰帶 它不但可以省力 然後讓我們比較不會受傷 而且最重要的是 讓我們的生活可以更輕鬆 更方便對不對 我們今天也非常謝謝來賓 來到我們現場的分享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